有這些努力 盡快的醫生 千萬不要這樣 看醫生有很多不同的途徑 我自己是一個私人檢測的醫生 知人科 你可以找我們 好處是快 這個方向我們可能很快會見到 人家說不好處當然是貴 看私家醫生貴 不是我的同學 亦都可以找私人執戀的臨床心理學家 我不知道大家對醫生和心理學家 能否做到一個分別 臨床心理學家我們叫psychologist 英文 他們在他們的專員裏 他們做評估 評估人的性格、IQ、 腦暴功能的有沒有什麼障礙 第二就是做心理的治療 是這兩者的 每個人都說 一個臨床心理學家 理論上是不會做診斷的 因為所有的診斷 只有醫生是診斷的認可 所以第一次我主張 最好去找一個正正式式的精神科醫生 去做診斷的診斷 另外 或者再專屆 從臨床心理學家都可以 這幾乎是比較正常的診斷 你說不是啊 私人執業的醫生或者專家都會貴一點 那我可不可以去政府那裏看呢 當然可以了 當然可以去管局 醫管局那裏排期 就需要專屆信 我們是家庭醫生 或者作賣會的醫生去做專屆 這個專屆通常是分地區的 你住哪裏呢 在你所附屬的地區呢 就有一個精神科的診所 可以做排期的 那又排多久啊 那我真的要試試 一般來說 如果現在輕盛的地方 排期平常都以原 甚至要原去計 那一些比較長的可能 比較快 那如果我想看 醫管局的臨床心理學家有什麼 那就更加難一些了 因為呢 原來在醫管局裏面呢 每一個精神科的診斷 專科的診斷裏面呢 通常都是一位有臨床心理學家 那醫生可能有 有六位至八位在這裏 那所以呢 如果你想看政府的臨床心理學家呢 你就先看醫生先 那就是排期啦 都有醫生看啦 那醫生呢 覺得你需要再死 再排期 再排期 在臨床心理學家 所以呢 那是兩部的 排期的 一個比較 那更加會留一年 那我這裏呢 那我這裏呢 有一些精神科的熱線 如果大家覺得有用呢 可以抄一下這裏 那這些熱線呢 有一些呢 是基本部 精神科的熱線 有一些是社處的熱線 另外有幾個呢 是資源機構的 那他們呢 那他們呢 很多都是一些社工 那 或者是一些社工的意思 去接聽 那我想知道自己的情況 或者一個朋友的情況 親人的情況 那是否真的跟 不需要去看病 那可以把電線 問一問 那也都好 那作為一個初步的接觸 那另外有輔導員呢 我們可以去見 那10年輔導員呢 或者是社工 譬如站在醫生的角度 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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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一路一路 最緊要是什麼呢 最緊要 要什麼 最緊要 要衣服 不然也是這樣 最緊要衣服 少一些負在用 再 要呢 我再者 你吃一口 再可以吃 以免吃 容易吃 以免吃什麼意思 不要理會 就是吃三四次 每一次就沒想到 要呢 握 握 聽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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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是 很多藥可以 但其實我告訴你 我自己對那些藥有一個很特別的看法 我覺得抗陰藥最重要是安全性 安全性的意思就是 就算這個人復活得過兩者 對他的身體都沒有什麼大的影響 這個正正是第一代的藥 三環的抗陰藥是一個最大的短處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在醫院的一班 情緒有問題 甚至有自殺經驗的人 其中一個自殺的可能性就是 醫生給藥的自殺 知道嗎 藥藥自殺 藥藥自殺的話 藥的安全性很重要 三環數最不好的地方 原來當他服用過兩的時候 他對這個人的心臟會造成衰竭 有很多人就 因為只吃了三環數的藥 心臟不需要原性 所以安全性很重要 剛才你說的就是 是不是有用 其他的藥藥多不多 容容而食 在看著 好老實說 我們在整個月 三環數的藥藥都很少開 非常之少開 因為那副藥藥最多的 安全性就太多了 那我們會用甚麼呢 至少用第二代藥 叫做清素和直直的藥 清素和直直的藥 我們簡稱叫做SSR 如果不常心臟的藥 甚至要說的話 他都說不定 這類藥的安全性 有一個保障 藥效亦都相當的充足 整體也很簡單 很多東西一天一天 都可以 去到第三代藥 所以我們發覺有些疾病患者 你單是改善他的清素 不足夠的 這個人生的藥都沒有用 那我們就考慮 會不會他的腦腎腎腎腎腎腎 或者其他的分泌都有問題 所以第三代藥 第一個 我們英文叫做New Action的藥 他處理腦腎腎腎腎腎腎腎 同時又處理他的清素 這類的藥應該是人 有效 非常簡單 副作品也是首位 可能還有其它的類別 有其它的類別 今天呢 快說一次你的藥藥 你中文是名 法國思維 只是記住這些藥 沙脅 五個義記 法國思維在這裏 你看到有一個藥在裏 我都給我拿少了聽 因為這是一個新的藥 這是Dioxin 我要提的 不是因為它擔作 主要就是我們現在看這個證明 可能有一些新的看法 我剛才說血清素 老腺上腺素 現在這個樣子是怎麼行的呢 這個樣子是喬治英文堡裡面 一些所謂退黑色素的功能 因為我們相信可能在 某部分英文症的病患者裡面 是那個生理時中生理的周期打擾了 如果我們吃一些藥去調止這個周期 可能對那個病是有所幫助的 這個周期最顯靈的就是患病教育 如果有很多症狀病或者有疾病的 因為這個生理時中打擾了 這個藥幫助我們矯正這個藥 同時這個藥也有一個小部分的作用 作用在一個血清素裡面 我想介紹一下 讓大家知道 原來我現在對醫療症的認識 跟我們以前已經更加進了幾步了 那你說用哪個藥才對呢 不同的病人 那很難的 一概不論 主要都是為醫療醫生 專科醫療醫生 即人科醫生去商量一下 除了醫療醫生的病患者 都有很多焦慮的情況 焦慮就是有時很緊張 神方、手震 那時候我們可能會用一些抗焦慮的藥去幫他 抗焦慮藥是用一個適當的份量 所以時間也可以成為安藥 幫助他分教 另外有些人需要懂得情緒穩定的藥 所謂情緒穩定劑 讓他的情緒的起伏 那個波幅可以收窄 這些都是我們會用到的 除了藥物 心理治療也是重要的 心理治療也是重要的 那心理治療是甚麼來的呢 現在我們用得最多的是 認知行為治療 這裡有一個心理治療的 slide 這個用得最多了 所謂認知行為治療 這是我們希望改變病患者的想法 謝謝 謝謝 這個想法是很健康的 我舉個例子 我以前有一個政略女士去見我 她說我做事不開心 但她是做文職的 我說你已經不開心了 但我經常做錯事 很沒用 我說你有沒有做得厲害的時候 她有的 撞彩 撞彩的時候是厲害的 我們這些男士 我的同事很厲害的 為甚麼他們這麼厲害呢 他們真的很厲害 很有實力 他們有沒有做錯 有的 她不幸運就錯 很大意 但很多時候都不會 你明白嗎 她對自己有一個很高的門檻 覺得自己很不聰明 就算聰明也是很不聰明 對於同事相反 他們做錯是很不小心 他們小心的時候不會錯 但聰明的時候真的很聰明 這些思維會不會不開心 經常都會不開心 我們也有很多 在這個席裏面 不同思維的模式 有時候我們叫做思想的陷阱 我們要幫它運出來 運出來的話 希望透過一個系列的修理程序 幫它改變 一般來說這些疫情行為治療 大概做十二至十六次 每一次大概三十分鐘 有時候到四十五分鐘 通常我做每個禮拜都會見 最初兩個禮拜幾次 完成整個病情 幫助病人改變 如果你看到藥物的治療 在什麼層面去幫助病人 就是症狀的消除 將腦的特備改變 消除了症狀 有時候我都會做一個秘密 消除了症狀 當它如果還抱著那套思想的模式 有另一個浪蓋過來的時候 它又生氣 所以最好能夠讓它改變一些思維的模式 使得它那個抗壓的能力增強 那就好了 我都希望它已經好了 這次完蛋了 另外現在做心理治療 很多事都講一些正面向心理學 所謂 positive psychology 怎樣有一天發生了 我們看到它正面去看這件事 正面去看這件事 我今早才見一個病人家 一個女士在香港 她成了一個朋友 因為她很相信這個朋友 她的朋友做了一些東西出賣了她 她一直很坦定不安 終於上一星期 這個朋友約了我們出來吃飯 今天這個朋友說 其實怎樣說 說這件事令她更加難堪 她覺得你的朋友說的話 那些東西不像她對她 她對她是一個好的朋友 這樣去戴她 但是那些朋友對她 好像是一個值得出賣的人 她很失望 很不開心 你也跟我說 她說 我知道她很難受 被人家出賣 我說這件事 你有沒有看到一些正面的東西 他說 他沒有想過你的問題 他覺得自己不對 他說 你被人出賣 你覺得自己不對 我說 我信錯了她 誰叫我信她 我說 你是一個受害者 你也會覺得自己不對 我說 這個正面 你去想 然後我們可以很早 你跟她交流得不太久的時候 你認清了這個正面 可能將來你的損失更加大 有時候我們都是這樣的 這些女生實戀 拍拖兩年 那個男人 那個男朋友 原來是病態賭童 直至我收到她那張月結單 原來欠很多錢才知道 和她分開 我好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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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種分析的正面是否低 是吧 你正面一點去看 就是我現在提早 在這件事還沒有很差的時候 我發覺了 我做了一些事情 我做了一些事情